感谢主今天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今天的圣经 如果你关注一下 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动荡的不安 瘟疫战争一波接一波 一波接一波 今天的社会也动荡的不安 如果你去看 今天的人生也在起伏不定 动荡不安的当中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把活人变成死人 但是作为基督徒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好消息 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平安 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盼望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死人变成活人 死人变成活人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圣经是在 约翰福音11章38到44节 题目就是死人活过来了 死人活过来了 讲述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我们知道11月份是感恩的季节 最大的感恩就是耶稣基督将 死里复活的救恩赐给我们 耶稣 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 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把耶稣基督拿走 基督教可以说是空的 而耶稣基督的核心中心 就是祂的死里复活 如果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拿走 基督教不存在 没有用 那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的是 耶稣叫拉撒路死里复活 我们要从这一个是个特殊的 这样一个神迹 把我们影像到 神要接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而且神要接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叫我们一样可以经历死里复活 而且叫我们的人生 可以同样经历一个死人活过来 让我们一起线上祷告 为今天的信心 谢父我们一同地来敬拜祢 祢是生命的主 祢是救赎的主 祢是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主 祢的孩子和弟兄姐妹 目到朋友 一同来到祢的面前 求祢怜悯我们的软弱亏欠 求祢的宝血和和地遮盖我们 十字架的宝血遮盖 求祢今天早上施恩 打开祢生命的指导 也圣灵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 让祢的话 在我们的里面发出生命的光 照亮我们的心 也照亮我们前面的人生方向 我们一同恭敬地仰望 等候靠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为了了解背景 我先把38到44节前面的 一些的经文内容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有一个人患病了 这个人叫拉撒路 拉撒路是谁呢 就是玛利亚跟他姐姐玛大的兄弟 玛利亚就是用那香膏墨竹 用头发擦他脚的那一位 两个姐妹因为拉撒路生病了 就打发人去见耶稣 说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所以我们知道拉撒路是主所爱的 而且玛大玛利亚 也是耶稣素来爱他们 耶稣听见了 耶稣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但是他亲见拉撒路病了 就在所居住之地 仍然住了两天 很奇怪 人家如果求你 我家人生病了 应该马上去 对不对 耶稣在所居之地 又住了两天 然后耶稣对门徒说 拉撒路死了 我们现在去 很奇怪 等拉撒路死了 他再走 耶稣到了 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 已经多少了 已经四天了 再接下去 玛大听见耶稣来 就出去迎接他 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面 玛大就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你无人向神求什么 神也必赐给你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玛大说 我知道复活 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耶稣对他说 不是 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反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那玛大说说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临到世界的 接下来 玛利亚也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他 就伏伏在他的脚前 就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那个姐姐跟妹妹讲的都一样 都是同样的话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他哭 也看见于他同来的犹太人哭 就心里悲叹 又甚 又丑 便说 你们把他放在哪里 他们就说 请主来看 耶稣就到了 拉撒罗的坟墓前 四个字 耶稣 哭了 犹太人说 你看他爱这人 是何等的恳切 其中有人也说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那我们继续来读 接下来 三四八到四十四节 请 一个洞 有一块石头 耶稣说 他必死臭了 因为他 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我信就必看见 神的荣耀吗 好 我们再接下去看 四十一到四十节 请 耶稣说 耶稣举目望天 说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 很常听我 但你说这话 所以终于站着了 叫他们信 是你拆了我来 说了这话 又大声呼叫做 拿撒罗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头脚 躲着布 脸上 抱着头 对他们说 解开 叫他走 死人 实在是耶稣今天 要让我们来试想 你看因为 拉撒罗病重的时候 耶稣得知消息 没有马上去 他反而多待了两天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拉撒罗死了 然后说 拉撒罗死了 我们现在去看他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好像有意 让拉撒罗死 这件事情先发生 然后将拉撒罗 这个死人 摆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一起来 思想 这一个的死人 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看 第一个题目 耶稣的悲叹 38节说 耶稣又心里悲叹 如果你 刚刚听到我讲的话 在这个场景的当中 圣经三次提到 耶稣的悲叹和哭 33节 耶稣心里悲叹 又成忧愁 35节 耶稣哭了 38节 耶稣又心里悲叹 这里我们首先 可以看到 耶稣非常同情 他所爱的人 拉撒罗的死 就像周围的人 也看出来 他说 你看他爱这个人 是何等可贱 但是我们发现 耶稣的悲叹 耶稣的哭 不光是一个同情 更有多层面的感情 在里面 我们回顾那个流程 我们看到 耶稣首先延迟了两天 有一等 拉撒罗死了之后 有一把这个死人 摆在众人的面前 然后耶稣来了 然后 玛利亚埋怨耶稣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然后耶稣听了他这个话 耶稣看见他哭 也看见他这些 同来的犹太人哭 就怎么样 心里悲叹 而且又生又臭 然后 大家把耶稣带到了 拉撒罗坟墓前 拉撒罗看见 耶稣看见拉撒罗 已经在坟墓里面 耶稣就哭了 再接下来 旁边听到有人在讲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听了这话 耶稣又心里悲叹 所以归那下 我们看到 耶稣非常同情 他所爱的人 拉撒罗的死 非常的同情 拉撒罗死 这是他所爱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 耶稣把这个死人 他不是在他病的时候 就来医治他 而是等他死了以后就来 我们看到耶稣有意地把这个死人 摆在众人的面前 因为 这也是我们人类 每一个人 所面临的一个归宿 耶稣把这样的 一幕的场景 放在众人的面前 他也很同情 我们人类在走 这条归宿的道路 死 这里面我们也看到 耶稣也为他 所爱的人 小心而悲叹 是不是他听到 玛利亚这句话 听到他在哭 耶稣也悲叹 同时耶稣也为众人 对他的不幸而悲叹 很多人已经看过他的神迹 听过他很多人 讲得到 但是还是说 好像对他有怀疑 所以当耶稣在 拉撒路坟墓前的哭和悲叹 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有一些思考 跟大家来分享 首先我想到 耶稣在背十字架的路上 对旁边的妇女 讲了一句非常深刻 也非常奇怪的话 你知道到耶稣在背十字架走的时候 旁边的妇女为他哭 这个是很正常 对不对 那些妇女爱他 但是耶稣讲什么 耶稣说 不要为我哭 当为自己 自己的儿女哭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耶稣讲话 有的时候 很多人下次摸不着头脑 但是耶稣讲这句话 然后我就把 静一摸八的眼睛 看到整个的圣经 我发现神在向我们讲一个 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 人要为自己的罪 I call 在旧约的里面 以色拉 打开 重新打开 在复兴百姓的时候 重新打开神的话 读神的话 以色拉就祷告 认罪 哭泣 伏伏在神的殿 旁边的以色列中 男女孩童 也聚集到 以色拉那里 成了大会 后面就是 众民无不痛苦 众民无不痛苦 而且神在旧约强调一句话 就是 神不要你外表的哭哭啼啼 神要的是你内心 哭泣被爱 在约尔书里面 第二章12到13节 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禁食 哭泣 悲哀 一心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要撕裂衣服 归向耶和华你那么神 因为他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 不将所在的灾 新约同样 在雅各书里面 他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 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 恶意的人 要洁净 清洁你们的心 后面怎么说 你们要愁苦 悲哀 哭泣 将喜笑 变作悲哀 将欢乐 变作愁闷 耶稿在路加福音 第六章里面也说 你们哀哭的人 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因为你们 你们喜笑的人 有活了 因为你们将要 哀痛 哭泣 你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不要 圣经不是讲 我们要喜乐吗 但是耶稣在讲 讲一个颠簸不破的 一个真理 一个救恩的真理 耶稣说 现在为自己的罪 哀哭的人 是有福的 你等到将来 末日的时候 再哀哭就来不及了 那个是有祸的 耶稣在福音书 你去看 他反反复复讲一次 末日有哀哭 永远的哀哭 马太福音七次抵到 当末日审判临到的时候 在神门外的人 要哀哭切齿了 我们要问 神为什么要人 为罪哀哭 因为我们知道 罪的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死 而人对死的常态是什么 就是哀哭 神用人的常态 告诉我们说 你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拉撒路这个死人的形象 代表着所有最终的人 一个死的光景 一个形象 我们看到耶稣一共哭过三次 耶稣为拉撒路哭死一次 耶稣为在科西满园 在耶路撒冷 进到耶路撒冷 他为耶路撒冷哭 耶稣也在科西满园 祷告 为十字架的代数 圣经讲到 希伯来书里面讲到 他讲爱哭 这三件事都是跟人 因为罪要走向灭亡有关系 神在以细节书讲一句话 他说我不喜悦死人之死 所以你们当回头求存活 回头求存活 耶稣是神 耶稣的悲叹 耶稣的哭 也表达了神对人的一种感情 不喜悦人在罪中死去 神盼望人为自己的罪 哀哭痛悔 回转归向神 在生命当中能够活过来 所以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题目 死了四天 圣经说 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姐姐 马大对他说 主啊 他现在必死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 我们第一点讲罪 第二点我们看到 讲死 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 用马大的话来说 已经臭了 他告诉我们 拉撒路不仅仅是死了 而且是什么 死臭了 不仅是死透了 而且是彻彻底底的死了 我在七八岁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有亲戚长辈过世 所以去参加告别仪式 他说我很害怕 我就躲在我父亲的背后 人小嘛 躲在父亲背后 然后呢 用帽子把自己的脸也扎住了 就是很害怕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毕业以后 我的外婆过世 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害怕了 因为我们一起在家里面 在一起的 那在告别的仪式上 我摸过我外婆的手 那是冰凉 没有生气 那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死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死就是分开 我在那个时候体会 我跟他讲话 他根本不会理我 他也不会跟我讲话 死就是分开 没有往来 死者不会对你讲话 也不会听你讲话 神用拉撒路在坟墓里面 这个情景 来告诉我们 我们人在神面前的光景 就是这样一幅光景 我们是死透的人 我们从感情到理智到意志 都是死在罪中 不回应神 也不归向神的人 我们虽然每天好像活蹦乱跳 走进走出 但是神看我们是什么 活死人 神看我们是死人 是一个活死人 我们不跟神说话 我们也不会理会神对我们说话 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 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 人在神的面前是看为美好的 神也对人说 愿中各样的果汁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而树上的果汁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告诉我们 起初造人 至少有三方面的事实 第一个 人有自由选择的权 人可以选择服从神 人可以选择不听从神 第二 人在神面前是一个有责任的人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二 有责任的人 愿中分别善而的果汁 你不能吃 这是人的责任 但是第三点我们看到 人承担不服从而带来的苦果 亚当夏娃选择不服从 其结果也选择了不服从的后果 就是死 与生分开 我们知道当时亚当夏娃没有马上死 对不对 但是亚当夏娃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 跟上帝不能在一起 他们只能分开了 这就是圣经讲的 我们灵里面与神分开 灵里面的死 亚当夏娃后来有没有死 他身体也有死 对不对 他身体也有死 我们人类最后还要面临一个世界末了的时候 一个永远的死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天地都要废去 当我们选择不要神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就与神永永远远地分开 很多人说地狱这么残酷 神为什么要把地狱输给了 其实地狱是人自己选择的 因为神要不选择与生分开 你不要神 神到最后的是说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去地狱吧 跟我永远地分开 亚当犯罪的影响非常的严重 意义甚远 人被造的本质就被破坏了 原来是神与人可以在一起的 不服从神已经在人的生命当中 成为正常的一部分 世世代代不断地延续 整个的人类陷在一个死的境地 这是我们看见的 我们听听神对人的一个评价 罗马书说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逼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事 我们听听什么样的事情 装满了各样的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 阴毒 满心是嫉妒 凶杀 精正正经诡诈 毒恨 又是忏悔的 又是背后说人的 怨恨神的 辱慢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捏造二世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 悲约的 无亲情的 不怜悯人的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 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以弗所书第二章说 人是随从今时的风俗 人是顺从魔鬼 人是放纵露体的私欲 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人在神的眼中是 可怒之子 罗马书第五章 更讲 不是一部分人犯了罪 而是众人犯了罪 而且神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神对整个人类下了一个定论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永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人死在过犯罪恶的当中 不是人被迫这样 好像我没办法 我只能够在罪中 而是人在罪中很享受 有一句口头禅 好的要死 江浙一带的人都知道 好的要死 就是好到一个程度 人和罪好到一个程度 要好的要死 这就是人的一个光景 这就是圣经讲的 人死在贵河 过犯罪恶当中 这就是人在神面前 死透的光景 我们人已经不能够用改良 改善 来改变自己 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无论是在我们当中信主的 无论是在我们当中 还没有信主的 求神帮助我们 有时候帮助孩子 也求神帮助我们 认识罪在我们身上的 严重性和顽固性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不是绝望 在绝望的同时 我们看见 这也是耶稣基督 救恩的起点 只有当我们认识 我们人是坏透了 我们人是死透了 我们才有一个真正 完全来仰望耶稣的 这样的一种心 一种的回应 才能让我们自己到 自己对罪是无能的 才能让自己有一个心说 我要到神的面前 我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 我们需要的十字架这么小 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我还不错 我只是有一点问题 有的时候看神也不是那么大 看神也是那么小 因为我只是需要 一点点的十字架 但是不要忘记 当认识自己的无能 死透了 当认识神是何等的 伟大圣洁的时候 我们的十字架 我们越看神越高 越看自己越低的时候 我们中间的十字架 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意识到 我们需要十字架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三个 尼若信 看到自己的无能 寻求耶稣的救恩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到神的面前 求耶稣就拯救 第三点 尼若信 世事节说 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 什么看见神的荣耀 你若信 你若信 就看见神 这里耶稣要人学习 用信心来回应 用信心来回应 怎么回应 耶稣前面有句话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那么回到前面 耶稣在二十五二十六节 对马大说过 记得不记得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反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耶稣提醒马大 信心的焦点是 耶稣到底是谁 耶稣讲过的应许 前面那句话 耶稣讲的是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什么意思 耶稣讲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耶稣是谁 后面那句话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反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这个是什么 这是应许 耶稣有介绍 他是谁 耶稣也介绍 他的应许 今天我们会说 我们怎么能够 随便相信 一个人所说的话 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对这个人的 可信度 怀疑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相信那个人 那我们怎么知道 耶稣讲的是可信的呢 今天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 耶稣是谁 祂是神 祂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 祂是创造生命 掌管生命的主 祂是叫死人不活的神 祂有应许 祂不仅有应许 祂有大能 祂不仅有应许 有大能 祂而且是信使 可靠的神 我问大家 神如果有应许 没有能力做 有没有用 神如果有应许 有能力 但是祂不信使 有没有用 没有 所以但是我们看到 从圣经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有应许 有能力 更是信使可靠 祂有一个名字叫 诚信真实 也就是说 祂是信使可靠的 祂说过算数 祂说到做到 所以祂是可信的 今天我们读圣经 我们一定要读出 耶稣基督是可信的 耶稣基督是可靠的 耶稣基督是信使的 否则我们就会有 小心和不信 今天我们信耶稣 所以不是盲目地相信 我们不是一个迷信 有一位耶稣 我们就相信祂 今天我们信心 是认识祂是谁 我们知道祂是谁 不仅在我们目到的时候 信主的时候知道 我们基督主 整个的人生 就是不断地 来认识耶稣基督 有一节圣经就是这样讲的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 这是耶稣讲的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了的 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前面讲认识 但是我们看后面 这就是永生 永生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人信主以后 一直到将来跟主再见 这么一段的人生的道路上 前面讲说 你要认识独一的真神 认识你所拆了耶稣基督 也就是我们基督主的人生 每天都要不断地认识我们的真神 认识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生的道路 所以在这里我们还要看到一点 刚刚讲的过程的里面 信心不仅是头脑之道 信心也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操练 记得不记得 马大当时听了耶稣说 复活在我 信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反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马大怎么回答的 马大说我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临到世界的 马大信的不错 对不对 他回答说 耶稣我信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 马上耶稣说把石头挪开 他马上讲说 不行不行不行 那个人可能 拉撒罗可能已经死透了 你没有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光景 我们基督是不是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读圣经 是的 主我相信我相信 但是当我圣经关起来以后 回到生活当中去 我们的信心就没了 是不是这样 从马大的身上我们看见 他有的时候 但是耶稣我们知道 耶稣怎么帮助他 耶稣提醒他 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让马大重新想起 耶稣对他 耶稣就是不断的提醒 我问大家 今天基督徒 在你的心中 有没有神的话在提醒你 谁在提醒你 有哪一位在你的心中提醒你 圣经里面讲过的 忘记不忘记 谁让你想起耶稣的话 有没有 圣灵有没有 圣灵有一个工作 在你的心中要想起 耶稣的话 这是圣灵过 所以很多时候 你不要忘记 当我们软弱 当我们忘记神的话的时候 圣灵会有微小的声音 微小的声音 把神的话 在你的心中佛想 告诉你 再次的提醒你 让我们再次的 回到神的话里 让我们相信 耶稣到底是谁 让我们激起 耶稣的应许 好叫我们的信心 是扎根在 祂是谁 祂的应许身上 我们的就像一个毛 船有毛 毛链的毛 那个毛是扎根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扎根在祂的话语的上面 耶稣这样的帮助 马大 圣灵精在 也是这样帮助 将我们不断地 在实践的生活当中 不断地来经历祂 信心需要相信 耶稣是谁 我们讲过 信心需要有耶稣的话 信心更要有行动的回应 耶稣在讲 你若信的时候 耶稣有个具体的分布 就是三十九节讲 你们把石头挪开 对不对 耶稣讲你们把石头挪开 在讲信之前 你们说耶稣是不是很麻烦 我问大家 耶稣不让石头挪开 能不能把拉撒路 从坟墓里面叫出来 可不可以 耶稣做得到做不到 做得到 但是耶稣怎么这么麻烦 还要能把石头挪开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 耶稣让人相信祂是谁 耶稣还要让人倾从祂的话 你们把石头挪开 记得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个故事 就是神让那个 耶稣让那个眼睛下的 用泥 在水里面放点泥 往眼睛摸一摸 是不是这个泥土 放在水里面很灵验 是不是这个水 这个泥土很 还是耶稣有大能 还是神有大能 很多时候神会叫人做一些 好像人觉得很奇怪的事 但是很多时候 神是让人活出一个信心 相信祂所说的话 相信祂是谁 在这里也是这样 我问大家 把石头挪开 人做可以做得到 做不到 做得到 做不到 人把石头挪开 做得可以做到吗 可以做到 但是人可不可以把 拉撒罗所坟墓里面叫出来 做不到 你就看见一个真理 神让人做 可以做的 神做 你做不到的 这就是神迹 这就是神迹 所以我们看见 今天也是一样 我问大家 今天你找工作 耶稣可能不可能 就是你 resume也不用发 interview也没有 然后把一个工作给你 可不可以耶稣 可以 但是神还是 耶稣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还是让我们接着祷告 让我们还要写resume 让我们还要去interview 对不对 你还要准备 今天我问大家 你求神医治我的时候 是不是神马上可以医治我 可不可以 我们有很多见证 对不对 祷告神就对 但是有的时候 大部分情况 神还是让你怎么样 你要去看医生 你要吃药 是不是 神让人做 你可以做的 神做你做不到的 对不对 我们看到很多的见证 都是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 当人跨出信心一步的时候 神做什么 第四 大声不叫 我们来看大声 这里讲说 他们就听从耶稣吩咐了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间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经我 我也知道你常经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 是你拆了我来 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出来 首先我们看 他们听从耶稣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 到耶稣吩咐就做了 接下来 耶稣要让他们看见 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见 耶稣做一个公道 他举目望间 向父神公开的祷告 首先感谢父神 而且从他的祷告里面看见 他要让人看见说 耶稣要做的 就是父要做的 父要做的 就是通过耶稣来做的 他要叫周围的人知道说 耶稣就是从神那里来的 耶稣就是神 耶稣的祷告 要让人看见 耶稣这样的一个荣耀 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把神的荣耀 局限在 神为我找到了一个工作 神为我医好了疾病 或者神把我一个困难消除 这些还不是神的荣耀 真正的神的荣耀 要通过这些神的帮助 病得医治 工作找到困难消除 让我们认识他就是神 他有神的荣耀的光辉跟能力 让我们要去认识他 让我们去寻求他 这个是神真正帮我们要做到的 耶稣希望我们能够做到 接下来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 耶稣就大声呼叫 拉撒路出来 我问大家 今天你去墓地叫一个人 你能把一个人叫出来吗 你叫上一天一夜 没有一个人给你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拉撒路把 耶稣把拉撒路叫出来 有一种能力 这个能力首先是让他活过来 你说死人他根本听也听不见 对不对 他首先让他活过来 不仅活过来 他还要醒过来 他不仅醒过来 他还要听见耶稣声音 他还要走出来 所以耶稣有一个能力 能够让他活过来 醒过来 走出来 走出来 有一节圣经 大家比较记得 在约翰福音五章的二十五节讲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拉撒路听见了耶稣的声音 听见就要活 耶稣这句话 也是指着救恩来讲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什么死人 就是我们这些活死人 我们中有些人 我们听见了耶稣的声音 我们听到了圣经 我们听到了耶稣的话 我们听见了耶稣的声音 听见了就活过来 今天有许多肉身的耳朵 听见了耶稣的话 听见了耶稣的召唤 但是心灵的耳朵封闭 顽梗 不要听 也不接受 但是也有很多 在我们当中 我们肉身的耳朵听见 听见了耶稣的话 也听见了耶稣的呼唤 心灵的耳朵 也听见 欢喜领受 耶稣的召唤 从死人变成了 活人 我问大家 拉撒路复活 还会不会死 会死 拉撒路还会死 但是神 耶稣叫拉撒路复活 这一个神迹 是告诉我们一件事 不是拉撒路会不会死 而是告诉我们 神有死人 复活的大人 让我们转眼看到这 而且告诉我们 一个指针指向 后来神 要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 我问大家 耶稣从死里复活 还会不会死 他有没有死 不会死的 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想一件事 我们今天的复活 是照拉撒路那个样式 还是照耶稣基督那个样式 耶稣的样式 我们今天神让我们复活 就是活到永永远远 我们是照耶稣基督的样式 所以今天我们要 接着耶稣叫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 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 他从死里复活 而且用欢喜领受的心 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 使得我们也同样 可以耶稣一同的复活来 圣经里面讲的 这就是耶稣在前面 二十五二十六集讲的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最后我们来看 来看死人出来了 说 耶稣叫了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抱着头巾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 叫他走 我们知道 拉撒路是听见了 耶稣的呼唤 拉撒路不仅听见 而且我们看见 他是听从 会不会我们说 拉撒路他听见耶稣 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他也醒了 拉撒路他要不说 我不要出来 我在这里躺得很好 会不会这样 没有 对不对 拉撒路他首先 他是活过来 他醒过来 他也听到耶稣教 然后听到耶稣 拉撒路出来 他就出来 而且我相信 他也是这样 蹦蹦跳跳 因为脚上还裹着那个布 他一定是蹦蹦跳跳的出来 拉撒路这一幅的景象 我问大家 他是离开哪里 他是走向哪里 他离开哪里 他离开坟墓 他走向哪里 走向耶稣 我问大家 离开坟墓 走向耶稣 是不是今天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一个人生的道路 就是离开坟墓 走向耶稣 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一个的形象 我们今天也要反思 我是不是一个离开坟墓 走向耶稣的人 走向耶稣的人 我们刚刚还说了 他这个死人出来了 死人出来了 你看他这个话 死人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头巾 那个头巾还在 身上那个布还在 但是他蹦蹦 我相信他一定是蹦蹦 跳跳出来了 这一个形象 我问大家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 我们信耶稣的那天 我们就这个形象 是不是 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 我们求圣灵进来 但是我们的肉体情欲 那个时候还在不在 还在 是不是 我们有些不好的习惯 罪的习惯 那个时候还在不在 还在 这个世界很多的罪恶在引诱我们 撒旦还是不断地让我们犯罪 这些在不在 还在 这些就好像裹着的布 包着的头巾 但是有一点不同了 耶稣已经丰富了 这里怎么讲 耶稣丰富说 解开 叫他找 感谢赞美者 组织到拉撒路 不可能靠自己完全脱离这些 裹着的布 包着的头巾 所以怎么样 他吩咐周围的人 帮助他解脱 今天我们信主以后 也同样 我们有一件事情 耶稣要做一件事情 帮助我们身上裹着的布 包着的头巾 要一个一个的去掉 要一个一个的去掉 我们看见 在我们今天 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都要加入一个团契 加入一个教会 加入一个小组 对不对 我们思想一下 这些安排在我们的基督徒 是不是就是帮助我们 解开 叫他走的人 是不是 耶稣那个时候 吩咐旁边的人解开 今天 耶稣怎么帮助我们解开 让我们生活在团契 小组教会 让周围的弟兄姐妹 一起帮助我们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毛病 是不能够改掉 但是接着弟兄姐妹的帮助 接着教会的帮助 接着神的话语的帮助 接着圣灵的帮助 我们一点一点地 把我们裹着的布 包着的头巾 要去掉 这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所走的人生 因为耶稣已经说了 解开 叫他走 所以今天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参加教会 参加团契小组 重要不重要 圣经告诉我们 你不是一个做基督 耶稣这里讲的 解开 叫他走 所以对自己说 在我周围的教会 或者团契小组的弟兄姐妹 都是帮助我解开 叫我走的 对自己这样说 你要对周围的弟兄姐妹说 你是解开 叫我走的人 离开坟墓 走向耶稣的人 我们也看到 而且是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 接下来就是第十二章的里面 有一句话 就是有人给耶稣预备宴席 在这个宴席上 马大之后 拉撒路也在那 同耶稣坐席的人当中 你看为耶稣预备的宴席当中 拉撒路也坐在那里 他没有讲话 但是他坐在那里 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今天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也一样 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 哪怕你坐着不讲话 你要成为一个 耶稣基督的见证 所以在这里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讲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死已经猝死入圣了 当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 圣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 他呼唤我们 我们接受他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猝死入圣 就像拉撒路 他已经不是个死人了 当耶稣喊拉撒路出来的时候 他不会躺在那边 他会蹦蹦叫跳的出来 然后怎么样 果子的布 包着的头巾 一个也不要去掉 我们是离开坟墓 走向 这也是我们今天 我们每一个信耶稣 重生得救基督徒 一个的人生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世界 魔鬼 还有我们的老我 还是不断地 要用罪 用邪情私欲 来包裹我们 这个世界要包裹我们 想一想 但是上帝 耶稣基督 跟我说 解开叫他走 所以这个征战 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要靠着主 靠着圣灵的帮助 靠着弟兄姐妹 教会的帮助 我们一同地走这条 征战的道路 我们要抵挡世界 抵挡魔鬼 抵挡我们的老我 我们相信有一件事 我们已经不是死在 过犯罪恶当中 耶稣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 帮助我们 耶稣也在我们思维 来帮助我们 所以当我们的人生 基督的人生 看见耶稣不断地 把包子的布 裹着的布 包子的头巾解开 让我们走的时候 让我们看见 我们不断地离开坟墓 走向耶稣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 我们走在了耶稣 永生的道路上 也能够不断地 为耶稣 所美好的见证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有一段 默想 回应 祷告的时间 那我们低头一通地 来到恩主面前 今天我们看见 耶稣从拉撒路复活的过程 这是一幅 罪人 蒙恩得救的图画 在我们当中 还没有真正信主的 今天拉撒路 从十里复活的记载中 你要看到你需要拯救 你需要看到 你需要从罪和死的当中 得到拯救 你救不了自己 别人也救不了你 唯有这位真神 唯有耶稣基督 能够救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现在就向主祷告 亲爱的主 我愿意向你悔改 我愿意相信 接受你到我生命里面来 我相信你能帮助我脱离罪和死 你是从死里复活的 我也愿意得着这死里复活的生命 得着永生成为神的儿女 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 今天的圣经 也再一次让我们反省 从罪到死到信到救到活 让我们一起来到恩主面前 来回应主 来向神祷告 恩主求你今天 你帮助孩子 也帮助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朋友 让我们真正是一个 为罪痛苦痛悔的人 我们相信 我们的主是有应许 我们的主是有能力 我们的主也是信誓可靠的主 帮助我们的信心 扎根在主和祂的应许上面 帮助我们也做一个 对主和祂的应许 有回应的人 对主能够真正的回应 是离开坟墓 走向耶稣的人 我们也帮求圣灵 求神的话 也求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 不断地除去身上的罪 不断地做一个离开坟墓 走向耶稣的人 不断地脱去那些 包括我们的布和我们头巾 真正地做一个 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靠着为我们从实力复活的主 靠着祂赐给我们实力复活的生命 真正地活出一个 使人活过来的样式 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 那是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